腾讯体育8月21日序,经过了最近一周的谈判后,广州恒大外员古德利即将离开球队。 根据葡萄牙媒体的消息,葡萄豪门里斯本竞技已经与恒大达成协议,将于300万欧元则租借费引进谷德利。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本周谷德利就将正式加盟里斯本竞技,开始自己的葡萄生涯,葡萄牙GEOGEO的媒体披露,广州恒大已经同意了里斯本竞技对谷德利开出的报价。 在一开始,里斯本竞技是图以200万欧元的租借费得到古德利,但遭到了恒大的拒绝,因此他们近日将租借费提高,到了300万欧元元和人民币2350万元,达到了恒大的要求。 当初古德利加盟恒大时的赚会费是500万欧元,如今能在高气的情况下获得300万欧元租借费,也实属不易。 此外,里斯本竞技负担古德利年薪的比例也有增加,此前他们只愿意负担古德利100万欧元的年薪,古德利目前年薪总额500万欧元,但现在这个数字增加到了150万欧元。 当然,古德利年薪其余的部分仍需要恒大负担。 据了解,古德利的租借为其一个赛季,里斯本竞技将分三次向恒大支付租借费。 与此同时,在里斯本竞技的要求下,古德利的租借条款中,还增添了一个非常之新的买端条款,意味着他可以在租借期买后永久性加盟里斯本竞技。 葡萄牙媒体表示,交易将在未来几天内关,并,里斯本竞技方面认为,古德利可以参加周末与本飞卡的比赛,尽管这名球员长期以来缺少正式比赛的锻炼。 至于古德利方面,对于加盟里斯本竞技毫无意义,葡萄牙媒体称,这是因为里斯本竞技,对古德利的报价是最优厚的。 此前这名球员曾经与来自伊甲和英超的俱乐部有过谈判,但却未达成故事。 此外,古德利还有一个在葡萄牙踢球的兄弟,这也是他选择里斯本竞技的原因之一。 二高非安的免责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